妳學攝影能夠學了多久 學攝影 我大學出國學攝影 整個四年都是學攝影 都是這個 對 像任何的案子都接 像這種不是很好雕塑的那些 憲哥妳拍嗎 這個條件這麼好不拍 就是 就是啊 他只拍女生 只拍女生 主要在台灣都是拍女生 接了哪一些案子比較特殊的有沒有 男女一起也可以 對 男女一起 然後還有在美國還有同性戀 Gay朋友 對 可是妳說性感 所謂的性感是怎麼樣 到什麼尺度 性感就是 你在我面前全裸都沒有關係 對 如果比如說客戶 因為妳叫人家全裸他尷尬 就是說 這樣妳才去是不是 性感上這樣他可能會更尷尬 真的嗎 他裸 妳這麼有自信 倒也不是 一個人裸就好了 OK 那有那種情侶在裡面全裸的嗎 男生沒有 男生只有上半身裸 老婆的話或太太的話 都是全裸這樣子 唉唷 進產房拍攝生產血症 對 然後所有的畫面 都只有寫四個字 什麼 好 寫雪凌凌的 有點可怕 郭書瑤什麼想問 你想不想去拍這個 不想 我也不想 有點奇怪 Ben應該是大師代的年輕人 不敢 那個時候發片的時候 就有時候要裸上半身 但是那時候就不敢 男生可以拍得很帥 你看吳彥竹那個對不對 那是有那個身材 乾啦 我叫小萍陪妳去嗎 對啊 有拍情侶的啊 如果妳就要找他陪我咧 OK啊 妳不能找瑤瑤陪我嗎 瑤瑤已經陪我了 好壞喔 演藝圈 演藝圈好了 停止這一切 兩位 因為我覺得那個攝影師很漂亮 他自己有沒有幫自己 開過那個全裸性感情 謝謝 又棒 有 一定有的 沒有 還沒有 但好嗎 因為我還沒有那麼有自信 可以這樣子 好 就這三位了好不好 謝謝 三位來賓其中有一位在說謊喔 說謊的究竟是誰呢 一起來猜猜看吧 瑤瑤 二號 阿伯 二號 二號 小萍 三號 米 一號 我們選一號 一號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不太相信他吃了這麼多 什麼塑膠以後 拉出來的東西是沒有不一樣的 看來大家都有嫌疑喔 究竟騙人的不是誰呢 別著急 休息一會兒等等就知道了 至乎美女驚爆明星大八卦 可愛耶 漂亮耶 米妮品 米妮品 好可愛喔 米妮品 他說有啦 有嗎 有過兩個藝人在裡面 然後蛇吻 誰啊 好 這邊是米妮品 好 我這邊好可愛喔